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一百多名政要到南部阿拉巴马州的塞尔玛 同几万民众一起游行到一座大桥 纪念民权运动50周年 奥巴马发表演讲时 以福格森镇警察枪杀黑人事件为例 指出美国依然存在种族歧视 美国民权领袖马丁·路德金 1965年发起争取黑人投票权的大游行 游行队伍来到这座大桥的时候遭警方阻拦 双方爆发冲突 美国最终在当年8月通过了投票权法案 取消黑人投票的限制